你就看看这么脏的空调吹出来的风能没异味吗 随着现在生活水平提高 空调的样式也越来越新颖 而圆柱空调确实比传统的贵式空调 看起来高端大气美观一些 但是清洗保养起来就比较费劲了 哈喽大家好 我呢依旧是你们喜欢大瑞瑞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这台美的智行 圆柱空调全拆清洗的流程 全程细节满满都是干货 建议大家点赞加收藏 在头清洗拆机之前一定要先试机 夏天之冷冬天之热 试机没问题咱们关闭电源 现在咱们就可以拆机了 所有的圆柱空调在拆机的时候 一定是从空调的上方往下去拆 先拆卸这个上盖 上盖有四颗固定螺丝 固定螺丝摘下来以后呢 这个上盖咱们只需要往上一掀就下来了 这个上盖拆卸完以后呢 这个横梁上 黑色的部分也有两颗固定螺丝 也要拆下来 现在顶部的螺丝拆起来以后呢 咱们来到出风口这里 它会有四颗隐藏的螺丝 黑色的 上面有两颗 下面也有两颗 把这四颗螺丝拈下来 像这个螺丝啊 跟这个颜色是一样 咱们有困扑 把它忽视掉了 这个出风口的固定螺丝 咱们拆起来以后呢 只需要拿手往上使劲脱 然后咱们的脚啊 踩着点底座 往上使劲脱 这个前半圆就拆卸下来了 给你们看看 这就有个特别大的缝隙了 然后呢 咱们手伸进去 把这个连接线 这里稍微给它 松开一点 现在咱们就可以把这些插件呢 给它拔下来了 这些插件的颜色是不一样的 不用做记号 到最后安装的时候 根据它的颜色 安装就可以了 OK 这个前半圆 咱们就可以搬走了 这样呢 这个空调的前半部分 咱们就已经拆解开了 先观察一下 这个空调的内部结构 是不是觉得也没啥的呀 不要让它的外表辅助了你 就跟我一样 你们觉得我很能干 但实际上 我真的很能干 哎呦你们 现在咱们开始固定电机 是上盖的三颗固定螺丝 螺丝洗完了以后呢 拿个一次螺丝刀 卡住 这底下会有个卡扣 给它往上轻轻地掰着点 这样就拆解下来了 接下来把这些线呢 给它捋一下 一会儿方便咱们操作 这个线走得就特别好 我觉得啊 都有线槽 固定的地方 也走得很规范 不会耽误咱们干活 这个线给它撇到一边 就可以了 接下来呢 不要着急拆卸这个电机 咱们先把整个的出风口 给它拆卸下来 边上呢 会有三颗固定螺丝 这有一颗 第二颗 第三颗 这个螺丝是不一样的 在回装的时候 一定要记清楚 右边对应的呢 也会有三颗固定螺丝 还有上方 这里的两颗固定螺丝 这些固定螺丝 取下来以后呢 来底下 最底下这里 也会有一颗固定螺丝 这里 这个也是一颗固定螺丝 也要把它取了 像这颗螺丝 咱们就很容易忽视掉 现在咱们就可以把整个的出风口 给它拔出来了 这就是为什么我不让你们先拆电机的原因了 咱们可以把整个的出风口给它拿下来 然后再去拆卸这个风纹 现在咱们拆卸这个风纹 你看把它拿下来以后操作吧 就特别的方便 找到一个拨口 把固定风纹的螺丝拧松 之后再把电机给它拔出来 这个风纹呢 咱们也可以取出来了 这个电机有连接线啊 把它放在上面 之后咱们取这个空调的玻璃网 把它扣出来 看个这个空调的玻璃网啊 上面这些毛续啊 土啊 下面这个 这个两个玻璃网啊 是真的太脏了 然后咱们再把后面的回风口呢 给它拆下来 这样好清晰一些 因为它这个地方有线啊 咱们都进不去 这样呢 这台空调咱们就已经全部拆解开了 这个电机也设计了在上面 咱们就可以放心地冲了 这后面吃片的位置啊 因为地方太狭窄 你们看不到 但是上面全部都是灰尘 很脏的 看来底下是点土啊 然后拿出我的好伙伴 咱们开始清洗 这款设备呢 是便携式的 方便快捷 只需要一插 咱们就可以使用了 先喷上空调的清洗剂 整体地把它的吃片全喷上 这样呢 咱们就可以开始清洗了 室内机清洗完以后呢 咱们把这些零部件拿到外头 给它清干净了 现在这台原住空调呢 咱们就已经全部清洗好了 说实话 这台原住空调的零部件呢 少一些 也很好拆 也很好装 现在咱们开始组装 现在这台原住空调呢 就已经全部清洗好了 看一下 又跟新的一样 你学会了吗 想了解家电清洗的 可以随时在下方私信我 关注大瑞瑞 带你了解不一样的家电清洗